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入到Linix超系统基础的第20讲 那么本讲的主要内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本讲呢 我们主要也是给大家讲解系统管理里面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期换用户和设置普通用户的超级权限 以及关机与重启 那么在学习本讲内容之前呢 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上一讲的内容 我们上一讲呢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系统命令里面的一些时间 日期时间和进程的查看 那么有date显示日期 有car显示日历 对吧 那car的三种使用方式 以及ps显示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的相关显示一些选项 以及他们显示的格式的这个不同啊 都进行了一个分析 那么这是我们上一讲的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这一讲呢 要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关于在Linux系统下 我帮图Linux系统下如何进行关机重启 如何进行用户的切换 以及这个实现这个普通用户具有超级权限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在Linux系统下呢 如果我们要切换用户 我们可以用through这个命令 用through后面跟上一个用户命令 它就可以切换用户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先登录到五方图里面啊 好 那么这需要一些时间啊 那么需要一些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再看一下这边啊 so是切换用户的啊 那么什么可以使得普通用户具有超级权限呢 就这个sudo这个命令 sudo你跟上命令行 那么就可以使得当前这个普通用户具备 管理员root用户的权限 它可以执行一些 原本只能由root用户执行的一些命令 比如这个shadowdown shadowdown 这个非常有用啊 好 那么关机和重启呢 我们用的两个命令呢 一个是shadowdown 一个是这个reboot reboot的这个重启 它的这个工作过程啊 跟这个hut是一样的啊 不过它是引发主机重启 而hut呢是关机 它的参数与hut呢 这个差不多啊 好 一会儿我们会重点 还会继续来详细的说啊 这个shadowdown呢 就是关掉 它是安全的关闭计算机 但这个命令里面也支持重启 所以它是安全的关闭和重启系统 好 一会儿我们来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登录进来以后 我们到我们的终端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现在是wg登录的 对吧 那如果我有wge这个用户 那么它就会让你看 有没有 s有wge 你看它就会让我 让我输wge的密码 好 我输完之后 你看我现在提示符什么 提示符就是 wge了 看到了吗 就不是wge了 说明我的用户切换成功了 对吧 那如果我还想要切换到 wge 你看 sue 后面跟上你要切换的用户wge 输入密码 wge 你看它又变成wge了 对吧 好 然后 比如 我们要 当前目录下有这样的一些文件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比如说wge.txt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wge.txt 它的用户组 是wge 对吧 而不是wge 那么如果我们要改它的用户组 我们说用这个命令 对吧 但是这个命令我们说 只能是什么 只能是我们的 这个 管理员 对吧 它才能用 你看 我现在这个地方 直接用 是不是不行 它说你没有权限 对吧 因为你现在拥有者是wge 所以你除非有管理员的权限 那我怎么办 我就可以用 刚才我讲的这个sue do 用管理员的权限 去改 wge.txt 它的文件拥有者为wge OK 它要输密码 OK 我给你现在来看一下 wge的文件 说出的是变成了wge了 对吧 这个地方已经变wge了 不是wge了 对不对 说明我们这个 是不是可以让我当前 普通用户 具备管理员的权限 OK 这是sue do的用法 sue do经常会用到 经常会非常有用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的关机和重启 好 下的当 安全的关闭和重启系统 它是怎么一个关闭法呢 它是在系统关闭之前 会给系统上所有的登录用户 都会提示一个警告信息 而且这个命令 它还允许用户去指定参数 可以指定一个精确的时间 也可以是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时间段 精确的时间就是可以指定小时分钟 时间段呢就是由加加上分钟数表示 那么系统执行这个命令就会自动的进行一些数据同步的工作 完成之后才会去关闭 那么下的当 后面要跟上一些参数 或者你还可以给一些警告信息 那么它有哪些选项呢 比如说它有-C -C 就是当你执行这个指定的时候 它只要按加键就可以中断关机 -C 在执行同时 你按加键就可以中断关机 它可以-F是重启 但是不执行 F-S-K 但大F是重启 它不执行 而-H就是关机 就关机 -K呢 是送出信息给用户 但并不会实际关机 -N 是不会调用初始化进程来关机 而是由下的自己进行 -R用的比较多 -R是 下的之后要重启系统 -T后面跟上一个秒数 就是送出警告信息和删除信息之间 需要延迟多少秒 是设置系统去 警告和删除信息之间多少秒 设置这个时间 那么警告信息是指的 要传输给所有登录用户的那个信息 因为下的当是要 传输信息给所有登录用户 你保持安全的关机 时间是设置多少时间之后 对吧 来执行这个指令 那一般常用的呢 有-R 就是重启 然后我可以给上加时 就表示 系统会在十分钟以后 距离当前十分钟以后 关机并且马上重启 而如果想马上 现在就关机 那么就用闹 对吧 -H就是关机 不会重启 好 那么我们来用一下 这个下的当 好 -K送出信息 对吧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 那么我们说 我们要用下的当 假设我现在要下的当 大家看 他提示什么 这不能进行 他说下的当 必须是管理员用户 对吧 那我肯定 可以用的什么 so do 下的当 什么 -K 我们试一下 然后呢 我送出警告信息 他说什么 我命令少了一个 对吧 打错了 -K OK 他说时间 我没有给时间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K是送出 但不会实际关机 好 我没给时间 所以 要怎么样 我们重新再来一下 Shut down -K now 看一下 OK 对吧 你看 他就给我的什么终端 给我的当前这个终端 WG都会发了一个消息 那System is going down 4 minutes now 对不对 好 OK 好 那如果我是希望他 Shut down -H Now 关闭 对吧 我现在就关 我就用-H Now 那如果我想他 怎么样 重启 假设我一分钟以后 重启 对吧 sudo 命令错了 是吧 命令写错了 那是Shut down 写成 相当了 对吧 一分钟 以后 我要重新 他也发了一个消息 系统会在一分钟以后重启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等着他重启呗 等着他重启 好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命令 除了通过Shut down 杠 R这个命令 可以去重启之外 还有一个重启命令 叫Reboot Reboot 它也是重启 它的重启 跟这个Hot差不多 但是它是引发主机重启 而不是Hot关机 但它的参数呢 跟这个Hot 比较相似 Hot呢 我们后面会说 Hot 好 那么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试一下 这个重启 好吧 好了 我们用Consure C 终止掉了 因为我要 我要是另外一个命令 那比如说 我想要重启 你看 它是不是也告诉你是管理员用户 所以你还是要用 So do 对吧 你看 重启了吧 它自己就重启了 OK 重新启动了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今天啊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关于切换用户 设置普通用户 对吧 以及关机和重启 关机的话 你可以用它嘛 对吧 -Hnow就关机了 好 重启你可以直接用它 对吧 你也可以用它 对吧 它会先关 然后再重启 然后再重启 好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我们下一讲 再见